佛陀与阿南在摄位城中油画的时候 阿南见到路边有一位老婆婆很可怜 便恭请佛陀去度化她 没想到当佛陀走到老婆婆身旁的时候 老婆婆始终一直回避 佛陀从东边来 老婆婆就把头转向西边去 佛陀从上方来 老婆婆就低下头去 当佛陀迎面走过去 老婆婆马上转身从另一条路走掉了 看起来老婆婆是不想跟佛陀见面 可是为什么呢 对其他人而言 能接受佛陀的开示是求之不得的事啊 佛陀有能力化身 最后佛陀运用神通化身在四面八方 把老婆婆包围住 结果大家知道吗 老人家居然用手把脸遮起来了 直接蹲在地上 低头痛哭 看也不看佛陀一眼 后来佛陀是请和老婆婆很有缘的罗侯罗前去度化 这次有顺利度化吗 罗侯罗来到城外老婆婆的住处 阿婆你好 没想到老婆婆见到罗侯罗非常的欢喜 因为在过去 罗侯罗曾经为这个老婆婆担柴烧水很多次 老人家也把罗侯罗当成自己的儿子一样 老婆婆问 孩子 你怎么把头发剪成这样子了 罗侯罗回答说 老婆婆 为了利乐众生 五度永远 我已经跟随世尊出家修行多年 落发为僧了 因为有过之前的善缘 两人见面相当开心 也聊得很起劲 老婆婆很容易就接受了罗侯罗的说法 当然 也就轻易达成了度化的任务